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些西域来的生人大家就会问 你们具体的实行是怎么样 因为有时候光看文字 你很难去理解具体的做法 实施是怎么一个样貌 所以开始就有一些人 专门去研究这一套系统 但是又考量到 中途的环境跟印度是不一样 有一些是没有办法在中途实施的 所以开始就有人想要去做一些调整 像道安当时就有一套生理鬼犯 就是想要试图去找出一套 中国佛教徒可以依循的鬼则 那这个生理鬼犯的实行 但是还是一直有争议 因为大家认为说这样没有遵照律典 之所以这个争议一直到唐朝还是在 尤其像当时道宣律师写了一个戒坛图经 就是传戒的时候戒坛要怎么盖 然后那个规矩要怎么走 SOP流程要怎么走 易静就认为说你这个有问题 所以他在跑去印度 那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南海鸡柜内法传 他想要很详细的记录 带回来的也是以绿典居多 可是很有趣的是 他本来是想要去证明说道宣律是错的 可是反而证明了道宣律那一套才是适合中国的 举一个例子 在印度上的是属于热带气候 所以是三亿一波 这样就够了 到中国来 中国冬天会下雪的 所以衣服是没有办法这样穿的 所以光僧侣穿的衣服的样式就不一样 那再加上印度他们不穿鞋的 到中国来不穿鞋大家觉得很奇怪 那中国有一个人特有的东安居 因为冬天会下雪 所以到中国又发展出东安居 这个在印度也是没有 但佛所并没有说这样是错的 佛所认为说 你就是要适应你当时当地的需求去做调整 是可以允许的 那南海鸡龟内法传里面写了四十几条 反而是去证明说 道宣你做的这一套 才是符合中国的实地环境的 那这一套 道宣他传借这一套的借坛的仪轨 也一直留下来 最后建征也是带这一套到日本去 在那边建立借坛 传授借律 然后一直沿用至今 所以道宣他之所以会被尊为南占律宗之主 就是他做一个整理的工作 那也有开创之功 能够设计出一套最符合中国能够实施的 但是又不违反佛陀智界精神 跟核心价值的一套传戒仪轨 这个是他的贡献所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